哈喽,欢迎收看扫龙包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关于243岁的老人开一间200年魔法玩具店的奇幻电影 在一个美国小镇上,有一间开了200年的魔法玩具店 店长是一个自称243岁的老人 经理则是个年轻女孩,她叫阿珍 是个钢琴神童,可是长期在玩具店待着 使她的钢琴方面一直没有什么突破 于是她决定辞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没想到刚提出辞职,恰好店长也要离开 还要把店交给她 阿珍结果她送了一个魔方勉强答应了 店长很快就请来一个会计师 叫她清算资产,看看店里的玩具值多少钱 会计师清算时,发现店里的一些账单很奇怪 日期居然还有200年前的 甚至还有一张爱迪生感谢她为自己提供灵感的纸条 阿珍便解释道,这是一家魔法玩具店 有200年历史,玩具都会动 但是只有有童心的人才能看到魔法 会计师是个古板的工作狂 听完只当阿珍在开玩笑,根本没有相信 店长离开之际却发现 店里的墙壁变得斑驳暗淡 原来玩具店本身也是活的 他和店长处了200年,舍不得她离开 老板想劝她看开点 她却以为老板故意抛弃她 耍起了小脾气 不仅玩具都动起来开始捉弄顾客 让书里的章鱼出来爬到客人头上还摇晃起来 客人们以为发生地震呢,一个个都跑了 店长无奈只好暂时关店对大家说了实话 原来他不是想离开,而是他大陷将至 阿珍听完很担心他 和店里的小伙伴一起送他去了医院 但奇怪的是,医生表示店长身体很好 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 也对啊,店长不是普通人 自然也不是普通医生能治好的 于是店长很快就出院了 阿珍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 店长能开开心心的 就带他去玩 比如像小孩一样踩泡泡带上的气泡 尽管这个老头玩这种小孩游戏 引来路人的奇怪注视 但他们却回归了童心,充满了快乐 就连古板的会计师也和店里的小孩玩起了小孩爱玩的国王扮演游戏 他们像是回到孩童时期的无忧无虑 享受着简单没有目的的乐趣 店长幸福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终于羽化成仙 阿珍很难过 虽然店长把店交给他 他却没有任何信心打理好这家店 玩具店也因为难过彻底变成了黑白两色 阿珍去了餐厅演奏钢琴尾声 准备卖掉这间店 小白劝阻未果 只好去说服会计师来劝他 会计师因为不相信这家店有魔法 显得性质缺缺 没想到意外发现阿珍居然能使玩具动起来 他这才相信魔法是真实存在的 阿珍更无意中发现 只要动动手指 玩具店就能变回彩色 一切玩具都能恢复原样 他们让这家店重新活了过来 相信他们一定能经营好这家店 影片到这里落幕了 虽然剧情显得幼稚了些 却很有小孩子天马行空的幻想感 会动会生气的玩具 能从书里变到现实中的玩具 能对人有感情的玩具 你又是否记得自己买过的第一个玩具是什么呢 包子买的是玩具熊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不妨订阅或点赞小龙宝 下期见 下期见 下一期见